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馒头的做法 做的馒头非常的香甜 红糖125克 开水200克 搅拌融化 温度降到35度的时候 加入4克酵母 搅拌酵母 无干粉颗粒 小麦中筋面粉400克 融化好的红糖酵母水 分测慢慢的加入到面粉里 搅拌成絮状 先捏在一起 用面团刮盆边的面 刮不动的话可以用筷子 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 发酵好一定要看状态 而不是时间 再做一个馅料 核桃碎 捏压碎 红糖敲碎 家中有散开的红糖更好 加点干面粉 防止红糖流沙 抓均匀 面团发酵好的状态就是体积明显两倍大 手指沾面 搓一个洞 洞口不回缩 撕开之后里面有丰富的蜂窝组织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取出发好的面团揉面排气 分成大小差不多的小剂子 我切的有点大了 你们可以做的小一些 手尾再修制一下 用刀划开 笼屉刷油 放上馒头剂子 二次醒发 二次发好的状态就是手感发青 然后放上调好的馅料 我一般是冷水上锅 开到中小火 蒸25分钟左右 超级红糖大开花馒头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甜 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焦糖味 吃了20多年的馒头 这种红糖馒头还是第一次吃 挺好吃的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点个赞哦 谢谢